看球狂欢那是个体力活 更何况球迷们还要摇旗呐喊 为喜欢的球队加油打气 但要粮草必须先囤起来 啤酒龙虾卤菜花生鸭脖坚果 边吃边看边呐喊这才带劲 听说14号世界杯开战以来 南昌的卤菜店生意都特别的跑火 记者随意走访了几家 顾客都是排着队 大部分都是为晚上观战世界杯囤货的 这个东西买这个东西都很方便 在家里喝着啤酒吃着卤菜 啃着鸡脚还是很舒服的 看着看着的世界杯 外卖小哥这些天也是乐呵呵的 一晚上的送单量蹭蹭的上涨了不少 世界杯要持续近一个月 看来这个月又要赚不少了 据统计光美团外卖南大站点 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4点 平日的点单量是70块钱 现在翻倍增长至140块左右 有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 现在毕竟是小龙虾跑火的季节 尤其是世界杯 话说龙虾和啤酒天生一对 左手拿着虾 右手举着啤酒 这样看着世界杯不要太爽 来自京东大数据的分析 江西球迷看球特别的讲究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球队 舍得下重金购买与赛事相关的物品 你比如说球衣 还有看球肯定少不了啤酒 这酒自然得是进口的 江西球迷消费能力很强 19%的球迷在京东平台 您消费超过2万元以上 江西球迷竟然会进口啤酒 龙虾 啤酒 卤菜 这样开启世界杯的观战模式 确实很爽 不过都市现场也提醒大家 由于世界杯大多是深夜或凌晨开始 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放松心态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